根据针对这个第八届第三会期第九次会议的一层草案呢 增列讨论事项 按照原先的安排是79 80跟81案 但是这个案次呢 还是由这个最后呢 我们程序员会决定以后呢 安排 这79案呢 主要是讨论如何设立一个特种调查的 这个核四安全的调查的特种委员会 那么80案呢 主要对于核四的运转呢 要求立法院做好决议之后 根据决议的内容呢 交付人民来公投复决 那么81案呢 是根据12年国教呢 这个状况呢 我们希望要有配套的措施 在没有这个配套措施之前呢 应该要暂缓 那么本席也注意到呢 这次国民党团呢 针对这个亲民党团也提出了一些相对应的对案 我们希望啊 我们在基于尊重的立场啊 国民党团呢 应该不要封杀其他党团的提案 你们可以提你们自己的提案 但是不要去封杀别的党团的提案 或者是别的委员的提案 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的尊重 各个委员的尊重 如果说以这种多数的方式呢 去把别人的法案给封杀掉 然后提自己的法案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 我们希望国民党是一个自立党以来啊 就是尊重有道德的一个这个这个标榜 所以呢 希望国民党团呢 能够尊重其他党团的法律权利 那么最后啊 我还是要强调啊 就是说 公投这件事情啊 我们还是希望国民党要慎重考虑 公投 立法委员自己根据责任政治应该代表民意 先行表态 表态之后 如果我们认为人有不足 交付公投复决 这才是合理的 而不是让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自己应有的责任 抛弃 直接交付人民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干嘛要我们这些立法委员呢 我们立法委员本来就有民意的基础嘛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要先做好你自己的责任 这个部分 再交给人民复决 是因为我们担心这样子的决定还有不足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啊 这个国民党啊 扛起 把你的肩膀硬起来 扛起你的责任 不要不负责任的交给人民 这样子公投 这样子非常不好的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 正宗的呼吁国民党团呢 能够慎重的考虑 以上 这个有关这个相关的这个细节呢 去交付交给我们的议事员 来公训